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我是膝口 今天做我们的节目的是世事评论员 路桥女士的路桥 大家好 自从中共在防疫方面躺平之后 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情况可以说是立立乱的 另外由于连续进行了三年的风控 也都令到中国的经济已经清零了 又或者到了清零的地步 而中共一直以来都是有受到质疑它的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近这几十年来这个质疑为什么会少了 就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原因 令到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之后 追责的情况就放淡了 但是现在由于经济清零 疫情中共又躺平了 又令到对它执政的合法性再次受到质疑 这次质疑中共的执政合法性究竟会出现什么后果 今天邀请老桥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有些人就说这三年的严格风控好像仿余格勢 这样的 现在再回想好像大梦初成 这个整个过程 就意识了中国共产党 可能真的不会日子太长了 那我们经常都说合法性 合法性 合法性其实解释的简单 就是说 人家为什么要接受你是一个领导的地位 一个领导党的地位 就是拿了中国的资源 这样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人家要接受 是因为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大家都觉得你做得不错 就是所谓的民心 第二个就是觉得你的领导阶层都还OK 所有的政策都是合乎中国的利益 就是从民众的角度 他们有时分不开中共和中国 他们觉得你做的事都还OK 比如说大国崛起 有什么中国梦那些什么 第三就是说经济OK 我的生活受到改善 所以我牺牲一些自由 很多东西我不出声 我甘心情愿 因为以前没有房子 现在我有房子 以前我不开车的 现在开车 以前我没得出国的 现在我出国 但是从这三个这样的标准来看 中国共产党今次的封控 就已经是失去了 就是它这个合法性是失去了 这个整个封城 和今次的解封 在西方世界来看是很令人震惊的 因为它完全是违反了所有的管治 或者是公共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完全违反了 两部分都做到很极端的 整个过程里面 中国共产党的本质 整天都暴露无为了 我们再想一想三年前 从武汉肺炎刚刚开始 大家就觉得可能这个疫情是由中国传出来 到现在来说仍然没有一个定论 但是当时大家是 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感觉 到最后中共不停的抢物资 将全球的口罩和防护服 全部运回到中国 就好像现在他们 将很多的止痛药 发烧药 止发烧药 是从全球运回到中国 但是现在来说 听说都不是很成功 因为那些人说 他既有很多止痛药 回到中国 在海关就被人收光了 就是这样 再到很多的宣传 说中国道路是唯一的道路 中国领导层 只是唯一的关心中国人民的 就是唯一一个这样的政党 到最后它是大量的封城 到最后突然间 在全国家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之下 就是解封 就是在全过程来说 都显示了中国共产党 其实和现在的普世价值和文明 是差很远的 它的想法、它的做法 全部和现在我们接触的世界 是很不一样的 它对它民众的处理方式 对待方式 也是非常残酷的 那这次的解封的时机是很差的 解封都要讲时机的吗? 为什么? 因为第一就是 现在就是冬天 流感季节 平时来说都很麻烦的 很多医院都觉得是负荷很重的 而这个Omicron 在冬天的传播力量是特别强的 再加上 特别在北方 空气污染在冬天是特别厉害的 现在已经是 有所有的指数都在说 在东北来说 空气污染的超标是超得很厉害 前两天 北京的情况是 它超过了500个指数 这个是非常之厉害的 再加上很快就是春运 又到过六亿新年 回向朝 那这些都是这段时间发生 所以怪不得全国范围 就差不多 像刚才阿石头说的 暖得不得了 大量的病人都在医院里 很多人在抢药 很多人排队去医院拿药 另外就是医护人员都自己感染了 北京的急救打120的都崩溃了 那些人都不接听 太多人打了 那这些都是北京的情况 是一线城市 上海有北京这些一线城市 至于是二、三线城市 甚至是乡下的情况 就很少听到 但是我相信乡下的情况 只有更加厉害 因为他们的资源很少 他们的医生、护士 他们的医院的设备 信息各方面更加不流通 所以乡下的情况 我相信是更加厉害的 现在在微博有些传言说 这个病毒是变异的 不过暂时我们看不到 有很正式的 关于这些变异毒株的新闻 很多人就说小心一点 我们都不想在这里 随便说出来 就令到大家紧张 但是又是有人已经在那里说 那当然你说中国共产党 有没有做了一些稍微的好一点的呢 的确做了一点 第一个就是停了这个行程碼 行程碼就是它可以跟踪到你去哪里的 现在它停了这个程序 不过也有很多专家说 它要知道你去哪里呢 大把方法 所以这个行程碼 只不过是形式上做了一点点 另外它也都是在互联网上 你开始卖国产的口服药 叫做亚之呼鼎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洋的名字 这么西人的名字 还有这个辉瑞的新冠口服药 叫做Paxlovet 就是一个这样的药 这个药 特别是这个辉瑞的 就一上去平台 半个钟头之内就卖了 所以这个14亿人口来说 这些都是很有限的 可以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不过总算是有少少东西 在这方面有少少东西 是有少少的突破了 官方当然现在不发表任何的数据 它都不理你了 你自己阳性你不用报了 你自己回家了 什么都它都不理了 其实就很自然 就连造假都不需要了 以前就是造假 现在就不造假了 我没有不需要造假 我没有查到你 我根本也不知道 有没有你们 你们喜欢什么 很多人就是根据发销 就是两个字 这个发业 或者发销 或者Fever 这个字 就去Google查 那个数据 看看有多少人 在Google search 是去检测这两个字的 从这里来看得到 究竟是不是真的 这个疫情很厉害 有些就看看火化一个尸体要等多久 或者就是要拿到墓地要等多久 还有没有墓地给一些人去埋葬的 听说有些墓地在北京 已经是全部满了 他们不再收新客的了 这样讲 那就是只有旁敲刺激 但当然结果那个数据都是非常之高 比以前正常的情况是高了很多倍了 那中国这个防控专家组的顾问 他叫馮子健 他近日就表示 他说这波疫情 大概就会感染到14亿人口的60% 就是会超过8.4亿人 最终会幻想这个Omicron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学者 叫李宁 宁静的宁 他接受自由亚洲的採访的时候 他觉得基本上是死亡人数300万人左右 国外的在中国以外的主流专家 都是预测大概3到500万人这么多会死的 我真的不是小事 如果3到500万人死亡 这件事都是相当大 你说如果是封城是很大件事 这次骤然这样去解封 也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因为他真的牵涉的人命很多 而且会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中国人很多都会去经历一次 在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之下 是要经历一次幻想这个Omicron 第一个我觉得对中国的影响 其实我以前也说过 就是中国人将会不再相信 不再相信党 不再相信他们的领导 不再相信 为什么 因为以前来说 就一直听到的宣传就是 西方国家病毒共存是谋杀 他们就这么说是谋杀 那些死亡数字是惊人的 我们之所以那么好 因为我们封城 如果我们不封城就好像美国那样 死成百万人了 接着就说 如果你掩上 我们封城是保护你 如果你掩上的话 你会有很多后遺症的 那还有一件事就是说 真是在封城期间 掩上的人 就是成为二等公民了 大家觉得他应该送方创的 很多人都那时候觉得 我们跟他不一样的 这些人都可以说是不潔症的 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不潔症的 但是现在来说 就每一个专家 出来说的东西 是刚刚跟以前的人 听到也是相反的 说了这个病毒很简单的 就是好像感冒那样的 百分之九十多的人都没有事的 就完全不再提他们以前的宣传了 就是民众一听就真的很不时之味 如果真的好像感冒那样 我怎样生活呢 有一个短的视频 很有趣的 有些人走出来 我这三年来 搶这样搶那样搶 搶到最后 现在搶弱 你居然跟我说 你只不过是一个小感冒 我三年来 就是这么痛苦的过 你现在跟我说 这个只是一个小感冒 就是这样 那些民众现在知道 原来中国 这个作业 从来都没有交出过 以前他们笑人嘛 中国做得很好 我们的作业 比你抄你都不会抄 现在的民众知道 原来中国这个作业 根本没交过 根本不懂做 没交过 中共也是一直宣传 他们是真正关心民众的生命安全 不同西方 我们是真的关心你的 也都是这个清零政策 是战胜这个疫情的唯一途径 但是现在来说 那些民众就知道自己是在最后 全世界都在复苏了 全世界的过程已经过去了 我们还没开始 就是这样 所以就非常之 当面非常之憤怒了 现在的责任 就落了那些民众自己本身的身上 你有什么事你自己搞定 我们不管你的了 你总之你自己搞定了 没人再去指导你的了 没人再去跟你说什么 这一次就是中国共产党 全过程这样 将他们的谎言 讲的大话 大曝光 每个人都对比一下 心里面清清楚楚 所以就是 当人知道是这样的时候 他不会再相信共产党 不是说这个防疫方面不再相信 是什么都不再相信 我们就是不相信你们说的 就是这样 很多人都知道这一套劇是很荒诞的 所以他们会质疑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 做出这样的劇 还有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还可以连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民众就在问这些问题 第二个就是有关习近平本身的合法性 法国这个《费加罗布》 他有个专栏作家 他叫雷洛克拉登 他有一篇文章里面说 他说民主国家就好像海洋一样 不停地有一波浪 而专制政权表面上就是死直的一片大海 但是突然间爆发为惊涂海浪 那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 他的权力当然去到最高峰 但是没有想到今次会突然间 就因为这个清零政策 而是他的地位受到削弱 而且他还会要面对一个 未来的政治风险 就是数百万人的生命 可能会因为解封而失去 所以这个风暴其实都是很大的 金蓝千说了 他都不懂做作业 那可不可以学一下西方人 抽一下西方人作业 那就是中共一直就要走自己的模式 自己要制度自信 自己的东西是好过人家的 宣传方面也不停和民众说 我们是唯一的 其他的全部都不是的 但是问题现在来说 三年过去之后 就是整个党要面对一个 整个党和整个中国要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 就是改革开放的 那么多年来的成绩 好像一笔勾销了 社会经济的秩序 完全是被打烂了 以前每个社会 以前中国社会 它有正常的自己内需的一个环境 做生意 小生意也好 大生意也好 整个社会都是活跃的 在经济方面很活跃 现在来说就死起沉沉 第二件事就是在体制来说 第一次听到打倒共产党 那些体制的里面的人都会在那里问 为什么会是这样 1949年来 没有人是讲过这句说话 今次是第一次讲这句说话 那他们也都会在那里问 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 体制来说 要面对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整件事里面 就是讲出了中国人的觉醒 就是觉得中国共产党已经 它已经是没有这样的能力 再去霸着这个国家 那我们想说 就是所有的人 无论他们是哪些人 所有的领导人 无论他是毛泽东好 他是刘少奇好 他是邓小平好 他是习近平好 他都是这个体制的产物来的 所以最终的罪配和首 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 哇 你说这个体制有问题 而且是罪魁禍首 哇 这样真是麻烦了 中共一直以来 都在说这个体制是非常优越的 刚才你都说到了 那现在说质疑他的体制 那真的要中共下台才行 1949年来第一次有示威者大声地说 共产党下台 那所以对体制里面的人来说 这个刺激是很惊人的 那而事实上 习近平的树敌也都是真的很多 他反腐的时候打老虎打仓仪 就在体制内就有很多人被他打下来 那接着就是他集权的期间 也都将所谓的红二代全部撇开了 那这些人都是党内的精英 是共产党的精英 是党内的权贵 所以这里是一堆人 那另外一些呢 就是中下阶层的官 或者现在来说 就经过封城之后 就是星斗市民 都是觉得是非常之不满的 那在这些当中呢 他不是只是不满那么简单 就党内的权贵 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来说 是觉得人家剥削了他们很多的机会 譬如很简单 他以前来说 他就是可以把钱拿去国外 是吧 小孩送出去 他们自己的太太 或者儿女也送出去 他将来来说 有一个很稳定的晚年 有一个很平安的晚年 其他的人也都是 很多是在发这个中国梦 就是跟着发这个中国梦 觉得大国崛起 中国前程无限 但是这次来说 他看到这个国家 不是走那个方向 是走刚刚相反的方向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都觉得中共它没有了这个合法性 这个也是一个事实来的 第三个就是 当然就是经济失灵 最近我们讲得太多了 经济是中共最大的合法性 如果一切都发展得很好的话 大家就是不会有什么说的 几乎都OK 因为苦了之后 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些东西 但现在来说就是相反了 相反是有几个原因的 一个就是中共没有钱 那它相不相反就不行了 那就是选择统平了 中共的最高领导层 现在又将这个经济政策 就回到这个改革开放的那条路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习近平所愿意见到的 因为我们之前的 从他的说话里面 讲话里面 他一直不是想走这条路 但是现在来说 可能也都无可奈何 他要走回这条路 那他们预测明年的经济增长呢 大概是5%左右 不过这一件事 就不是其他一些大的金融的机构 或者是監管机构 他们承认的 那高盛集团最多是4.5% 摩通大根呢 就说4% 而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呢 目前呢就是4.6% 但是他说一月份会下调 那么高盛集团中国经济学家 他叫闪辉 他有一份报告里面说了 他说现在你病例这样增加 有些地方呢 就虽然放宽了政策 但是冬季流感季节 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 这段时间通常有几亿人是出行的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 令到我们很难预测 未来几个月会发生些什么 那么一般的 我参考了其他人的说法 最乐观的 其实都不用怎么说 去参详一些所谓的专家 我们在海外经历过这个Omicron 都知道得很清楚 至少你要经历六到十二个月 这六到十二个月 就是非常不稳定的一段期间 因为它一波又一波的来 真真正正稍微刺量的 你真的一定要经过一些这样的日子 所以中国的经济 未来的一年都应该不会有喜悉 或者有太大的喜悉 但问题就是全世界 现在来说都恢复了 例如我们北美里面 我觉得今年是最像以前的 那些摩里面全部都是人 周围的车塞都不得了 那家家都说 今年两年都没有庆祝 聖诞节 今年多大都要聚一聚 朋友、家人都开始 又很热冲的去买个礼物 去煮什么吃 那样 大家都在复苏的时候 你还在那里叮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那很多的 当然外资也都知道了 你没什么用 退不了的就没办法 走不掉的就没办法 走得掉的就快点走 其他官网的还怎么去呢 你的工人还在那里叮 那些人也都不敢消费 口袋里面没有钱 怎么消费呢 一方面也都不敢 周街去好像以前那样 正常的生活 就是内部来说 餐饮业就最惨了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是这样 我想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了 餐饮业、旅游 这些服务行业真的很惨 但在中国大陆 房地产就更加惨 它本来是支撑GDP的40% 但现在还有没有人去买屋呢 这些屋烂尾楼怎么搞呢 那些地方债又怎么搞呢 这些全部都是一直都存在 但是现在恶化的问题 那有些人就说 现在整个就是中国大陆 反贫的时刻 所有人 他们口袋里面的钱 没有钱那么多 每个人的生活都会下降 但是大家要记得 那个面包契约 就是中共和一般人 它定立那个不成文的一个契约 就是你给我一些生计 你给我好的生活 你给我越来越好的生活 其他东西我可以不理 但是现在经济是这样的 第一你就经常说谎 第二你现在都没有钱了 你都没有办法令到我生活好些 我做什么要相信你 我做什么要觉得你是唯一的合法政权 当然这些东西都是酝酿当中 它不会这么快怎么去推翻共产党 不过你看一下 很多人说白纸这个运动已经没有了 但是我觉得根本天天都发生着白纸运动 就是前两天就有六间大学的医科学生 一起出来 他们为了不同的诉求 他就出来 他就是投诉 他就在那抗议 这些将会成为常态 以前都有 但是现在来说 大学生的参与 给了这个白纸运动一些新意 中国大陆除了经济不行之外 中国财政都不行了 最近就要发行 7500亿元的特别债券 大家都知道 他用了很多钱 很多这次为什么会突然间 停止封城其中的原因 就是没有钱 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几乎是同一时间 就在宣布要投资1万亿 在这个晶片的大连降里面 这个晶片大连降不是这次的 我们有一集是专讲晶片大连降的 已经是试过两次了 全部都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但问题是他也是要这么做 很多人就马上就计数了 这头你要7500亿 你要发行国债 这头你又要花1万亿 你究竟钱何来 这头有点点答案给大家想一想 其实在过去三年里面 中共就省了很多的外资的 他的很多的资金是留在这个国内的 因为那些人不出去旅行 不出去公干 也都没有那么多 派那么多自己的子女去外国读书 不用花这些美金了 或者花这些欧元 那麽就路透社报道 就大概三年呢 中共呢 就是省了7650亿美金的 那这一笔钱呢 就是跟他 就是津贴一下 他的那个晶片大连降 不过这里另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他是 可以透过不让你旅游 不让你送你的子女出去读书 不让你去公干 不让你出国的话 他每年可以省到两千多亿 他就真的会做的 在他没有钱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件事 令到可能那些民众 也都是很 会进一步很憤怒的就是说 以后出国就不再那么容易了 那今天我们讲来讲去都讲了 从三方面 从这个 从民意 从领导层的质素 和从经济角度 在中共 其实已经没有了合法性的了 那如果没有了合法性 以后来讲 那个结果当然最近的结果就是 中国社会将进入非常动荡的时期 如果中共是没有了合法性 是比大多数老百姓 是这样看的话呢 中共就一定会下台的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或者是下台之后呢 中国大陆会不会动荡呢 这个真的很难说的 但是主要是共产党下台之后呢 所有的事情都是好谈 所有的事情呢 所以我们会继续关注中共呢 是怎么慢慢想当下台 成为一个不合法的政党 如果你现在看着我们的节目 还未订阅的话呢 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 顺便点击小铃铛 我们每次有新的节目的时候 都会通知你的 这里是月光有你 拜拜 咱们每次帮订阅 都立 guardians 继续口 刚刚追到 princip 四位 黄带 也是 刘 vive 了 在那边 你 你说